大家好我是旭哥不可安歡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 那這是輪迴契約 好那這款手游呢 戰國風的 日本RPG手游那這款的也出了蠻久他一直在封測之前就封測過了 大家看一下這個時間比如說2023年就已經封測過 蠻多次 封測然後會送東西 然後測一次又官服 最近又在封測 每隔一年就封測一次笑死 然後他有送什麼三星金色的神角 真靈啊 然後這邊送了一堆什麼彩玉轉蛋券便當 那禮包馬呢隱藏版序話應該也都會有 這邊 遊戲道具禮包這邊 附上這個UID 底包馬里長滿需要 就是在這邊留言什麼 都有機會拿到 所以大家可能可以拿 開局呢還可以有大量的轉蛋券 自選金色武將然後高級召喚券 腰魂釀 也是一個 反正現在很常見的那種妹子手遊 那戰國 不是戰國就三國啦 現在都這樣 這個還有什麼手處理送神裝金色神裝這邊 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歌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禮品馬對話馬遊戲的虛寶序號 獨家最新 好那我們進入遊戲 那畫面呢 就是那個本人士 人間50年 那是知田信長的 本人士很有名的那個名言 穿越時空 這是日本戰國時代 的題材 音樂倒是不錯啦題材也是蠻酷的 日本戰國也是算大家喜歡什麼看完什麼信長之也忘 泰格力之傳 然後什麼戰國無雙什麼戰國 巴沙拉 瘋癮妖刀 感覺還不錯啦 妹子手遊然後日本戰國題材的 看起來是蠻香的 那個妖刀不知道什麼妖刀 就進到遊戲了然後有這個公告可以去看一下 有反例 這個是給課金的 然後這個有送很多東西 好那這個遊戲呢最近在做 封測 付費封測 付費封測 大家可以儲值 反正就是要課金就對了 現在就是 大家知道的 不過旭哥一向是無課所以大家自己 參考就好了 那這邊開局呢 就擺抽 日登入然後會送 再加上他直接送你六星神角 六星金獎 所以 T0神角基本上是免費拿的 因為 送了一堆抽之後又再送六星 然後主線通關的話呢 還有金獎還有轉蛋券 抽獎券 然後一樣等級獎勵 提升啦還會送你一堆東西 接下來就是世界 還有帳號星級的獎勵 魂裝金獎啊然後累積星星還可以拿到彩玉 基本上現在這個手遊的虛寶越來越廉價了 就是反正什麼都送了 然後還有這個免費的裝備 每日14免費刷裝 所以基本上是無限刷 每天一直可以無限刷下去 然後彩玉 金獎還可以自選 自選神角 然後限定主題的皮膚 組成主題皮膚 然後七日的話呢是有 第二天金獎第四天金獎那第四天第七天的話呢還會有這個自選金獎 反正就是什麼都送給你了啦 遊戲 現在手遊這個好像已經出了蠻久這一款 給大家自己參考一下吧這種手遊 就是虛哥一向都沒課金啦這種 八大福利 送再多也都差不多 就是一個妹子手遊 然後 日本戰國的題材 送的是還不錯大家假如想要 體驗一下的話可以去體驗一下 虛哥來分享官方認證T0最強的首抽最神的陣容啦 像是這邊 陣容都有分享比如說每個系 然後他有分低階中階高階的 像水系的話有新手水屬性的低階 那這邊就有推薦的陣容就是用允星艾拉破浪 這些角色 六個角色 組成 那他這邊有一些陣容的敘述 比如說像真寧是群體輸出嘛 然後破浪的話呢有增加盾 然後傷害 前期開彎好用 接下來中階的話就是蒼越艾拉破浪啊這些 一直到真寧真寧看起來也是 蠻實用的 真寧也是群體輸出然後破浪 有加盾增傷 高階的話呢蒼越絲雲破浪白雪 然後千怨真寧大致上 好像都是一些角色帶真寧 蒼越一樣是坦嘛然後 然後 蒼越一樣是群體輸出 然後白雪有這個補充單點的能力 接下來是火系火系的話呢新手 這個是低階的 然後也會有中階高階這樣 火系用允星艾拉這些角色 這是低階的接下來中階的話呢 水星艾拉這些角色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高階的話呢一樣水星小豆這些角色 這個玩法都是差不多啦 反正現在都差不多這樣 接下來是風系的 風系的話呢一樣有三個有低階中階高階 低階是新手風屬性對的話就是曼雅艾拉水雲這些角色 前期開荒用的 然後中階的話就允星艾拉水雲這些角色 虛哥班這個階星艾拉還蠻常出現的 這可能是蠻萬用的角色 然後還有真靈 真靈就是那種 群體輸出也是很常出現 接下來是高階式快速破盾 有雷閃 曼雅水雲 龜眼倉月然後林蘭 強力的群體輸出 林蘭是群體輸出 然後還有什麼真靈 大致上是這樣 好這個就是官方認證 T0最神最強的首抽陣容 好那今天攻略就分享到這邊了 那大家記得訂閱旭哥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我們下一集攻略見 眼睛